谁能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电剧惊魂竟是悬疑系列剧的风神之作 因为比起剧中的血腥画面 里面的悬疑剧情设定才是最大的亮点 而影片的结尾和反转总是让人始料未及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电剧惊魂系列的第四部曲 男人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这样的情况让男人直接傻眼 此时男人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皮被缝合了起来 他根本看不见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 男人摸向了锁在脖子上的铁链 顺着铁链男人发现另一端挡着什么东西 而躺在地上的男人也被铁链拉扯惊醒了过来 看到这样的情况卷毛直接傻了眼 缓过神来的他才发现自己的嘴巴被缝合了起来 现在他根本没法说话 光头男根本不知道对面的人究竟是谁 此时两人还不知道中间的机械装置将会要了他们的狗命 光头男因为看不见情绪开始失控和害怕 他不幸碰倒了一旁的工具箱摔在地上 光头男在地上找到了一把斧子 他将斧子扔向了卷毛这边 因为卷毛没法开口说话 光头男以为是卷毛绑架了他 卷毛却无意中发现打开镣铐的钥匙就在光头男脖子后面 光头男突然用力将铁链拉扯了过来 没想到触发了中间机械装置的开关 绑在两人身上的铁链正在被回收 此时卷毛意识到情况不妙 如果不能挣脱枷锁两人迟早会被卷成肉饼 可他现在根本不能说话 光头男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能捡起地上的铁钩武器自保 卷毛也赶紧捡起了地上的斧子 可没想到他还是遭到了光头男的反击被铁钩刺中吐 为了活下去卷毛取下了腿上的铁钩武器 拿着武器的他直接朝着光头男脖子上戏去 卷毛顺利拿到了钥匙准备解开身上的锁链 此时光头男却拿着武器再次朝着他起来 卷毛也被彻底惹怒他果断选择杀害了光头男子 光头男当场被送走领盒饭 而负责调查密室案的警方根据情报来到了一处地下室 他们发现这里有着猫腻 警方甚至凶手善于机关布置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选择用遥控摄像进行探路 在遥控摄像的视角下他们也很快有了发现 一名被吊挂着的女子出现在镜头里 警探小黑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他们的同事女警官凯利 小黑意识到情况不妙他选择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而这样鲁莽的行为遭到了警探霍夫曼的劝阻 可小黑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等他来到女警官这边时眼前的情况让气直接傻眼 女警官早已经被凶手布下的机关杀害 这悲剧的一幕让所有警员陷入了沉默 女警官的遇害也引起了FBI的重视 他们派遣了两名特别探员介入了调查 因为女警官曾是他们的联络人 在女警官被谋害之前 他们收到了匿名寄来的遗传钥匙和留言 留言提到了打开门你就能找到我的提示 可他们并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细心的探员黑妹在勘察中发现 女警官其实已经解开了镣铐的枷锁 可她还是难逃一劫 根据之前的调查 他们发现这根本不是来自于数据之手 警探霍夫曼认为这肯定是数据的徒弟阿曼达所干的 对于这种说法 FBI的探员皮特却不这么认为 根据阿曼达的前科资料他发现 作为女性的阿曼达根本无法将比自己体重还重的人掉挂在上面 而数据作为一个病秧子也没法帮阿曼达完成这样的体力活 霍夫曼认为阿曼达很可能是利用了某种机械装置完成的 可探员皮特却认为这也不能排除还有第三者在帮他 为了搞清楚状况 警方想从数据的前妻身上找到突破口 可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小黑看着自己曾经的同事纷纷遭遇不幸难以释怀 而消失已久的马修警探他们至今也没找到 看到如此低迷的小黑霍夫曼劝他回家好好休息调整下状态 可当晚小黑在家休息的时候便发现似乎有人闯进了他的家中 等他起身来到房间四处查看时 他却被潜伏起来的黑衣人偷袭迷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自家的浴缸里 还没等他搞清楚什么状况 他便从镜子上发现厕所的门上标记着一个问候 小黑赶紧拿着门上的挂衣钩作为防身武器 当他打开门时却触发了卧室的电视开关 里面出现了戴着小丑面具的男人 没想到自己也成了被绑架的目标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小黑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枪支武器 小黑在录影带中有了惊人的发现 消失半年的同时马修警探还活着 警探霍夫曼也被他们抓了起来 两人正在接受绑匪的游戏考验 现在只剩下90分钟的时间 面具男留下了线索提示 可小黑救人心切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走出卧室的小黑却发现这里挂满了照片 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女人被捆绑在了凳子上 录影带给出了线索提示 被绑在这里的金发女人来诚实一名罪犯 接下来她将会受到游戏的惩罚 小黑可以选择无视或者救下她 身为警员的小黑当然不能见死不救 可小黑不知道的是因为她拿掉头套的瞬间 却触发了座椅上的机械装置 女人的头发被捆绑在了齿轮轴上 如果不能找到密码让装置停下 女人的头发连带头皮将被强行撕扯下来 此时的女人已经感受到了头皮发麻的疼痛 小黑想到了剪刀工具可以剪断女人的头发 可这时他才发现绑匪早已经拿走了 所有能够弄断头发的工具 在这危急时刻小黑才发现密码原来就在齿轮上 得到密码小黑成功将齿轮停了下来 可女人头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小黑想要找到急救物资帮女人处理一下伤口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等他赶回来时却发现女人不见了踪影 转眼间女人却找到了刀子从他的身后洗来 两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 小黑一个尸首直接送女人倒地领了盒饭 这时小黑从他手中的录音带明白了事情原委 原来绑匪告诉女人就算小黑救下她 他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因为绑匪留下的犯罪照片将会变成警方指控女人的证据 不想进监狱的他才会选择攻击了小黑 而绑匪给他留下了新的线索提示 盒子里面有两把钥匙 其中一把钥匙很明显是旅馆房间的 小黑来到指定的旅馆房间发现绑匪给他留下了一个盲盒 上面还留下了他妻子的照片 看到外面裸露出的头发小黑感觉到了后怕 当他打开后还好里面只是一个猪头面具 绑匪给小黑留下了录音提示 里面提到了旅馆的老板是个变态 旅馆旁边的房间有着惩罚他的工具 按照绑匪的要求 照做他将会得到新的线索提示 另一边警员在受害者女警官的现场中 竟找到了子弹弹壳 而弹壳上面正好有着探员小黑的指纹 这让警方一头雾水 难道小黑是帮助他们的第三者 等警方赶来小黑家中抓捕时 他们发现了已经死去的金发女 而探员皮特根据墙上留下的线索提示发现 房间的四面墙都出现了数据前妻的照片 也许数据的妻子是搞清楚事情真相的所在 皮特第一时间回到了局里 询问了数据妻子他们的往事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 数据为何变成了一名惩罚者 原来当年的数据和自己的妻子 曾经迎着一家诊所 原本有个美好幸福的生活 可知道某天下班后 一个病人却折返了回来 声称自己有东西落在了诊所想要回去拿 可没想到他真正的目的是 为了偷走里面的东西 等他出来时 却没有注意到数据的妻子就在门外 这次撞击直接导致数据怀孕的妻子流产 等数据带着妻子来到医院 他们已经失去了孩子 经历这件事后数据从此性情大变 更糟糕的是数据不久后 还被诊断出了癌症 这样的双重打击让他一度抑郁 想不开的他曾试着自杀却没有成功 这次劫后余生也彻底改变了数据的想法 他决定做一名惩罚者 惩罚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 为了让这些人体验到内心的恐惧 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 开始研究各种机关 当年害自己妻子流产的男人 变成了他第一个实验对象 可想而知这个男人的下场有多悲惨 还没等探员皮特询问完 很快他们又接到了警报 旅馆老板已经被机关游戏的手法谋害 从这里留下的线索探员皮特 明白了绑匪为什么要找上探员小黑 绑匪真正的目的不是让探员小黑去救人 而是在尝试着招募小黑加入他们做一名惩罚者 小黑根据线索提示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对夫妻被钢管刺穿了身体 眼前的这个男人非常的眼熟 这让他想起了之前的一次案件 女孩报警声称自己的父亲动手打了他 他的父亲却矢口否认了此事 女孩的母亲对于这种事情也坐视不管 男人还试图挑衅小黑没想到 却遭到了小黑的一顿狠揍 后来小黑便遭到了男人的投诉 可谁能想到两人被绑架在这里接受惩罚 想要活下来就必须先把下身上连着的钢管 女人根本不管丈夫的死活将钢管拔了出来 幸存下来的女人现在只要得到小黑手中之前拿到的钥匙就可以拯救自己 在女人苦苦哀求下小黑还是将钥匙留给了他 而小黑根据线索提示找到了一张自己妻子的照片 后面写着字母具引起了小黑的注意 因为之前的那些受害者身边都出现了具字母的提示 这让他瞬间想起了自己在警局看到的资料照片 那里正是马修警探他们被关的地方 当年逃出来的马修警探和阿曼达发生了搏斗 马修最后被制服 他被数据重新囚禁了起来长达半年之久 马修还是难逃游戏的惩罚 此时一个黑衣男子却赶来了这里 黑衣男在关门的瞬间却不知道自己触发了隐藏的机关装置 近来的黑衣男来到了监控面前似乎正在看管两人 被折磨半年之久的警探马修此时早已经没有了生存意志 他不想再受到这种屈辱打算选择自杀 脚下的撬板装置一旦失去平衡 冰块化成的水便会倒向霍夫曼警探这边 水一旦溢出便会接触到一旁的电线装置 那么霍夫曼也难逃一劫 看到这一幕的看守人员赶紧阻止了马修 而眼前这个黑衣男一眼便被霍夫曼认了出来 原来他就是当年女孩报警案 小黑动手打了他父亲的律师 他被委托来指控小黑的罪行 没想到他也受到了惩罚成了游戏者之一 他的任务是保证90分钟内看守住两人 否则他身后的机械装置将会要了他的老命 他也正是一开始被铁链锁住劫后余生的卷毛 律师给了马修警探一把枪和一颗子弹 他告诉马修如果不想活可以选择自我了断 因为这并不影响他的任务 不过这样做很可能会害死他的同事霍夫曼 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才发现 原来马修警探的头顶有着两块冰块 而机械装置上的铁链连接着触发开关 他就在那扇打开的门上 如果谁从这扇门直接闯进来 那么马修将难逃一劫 另一边皮特探员他们接到警报赶来了 那对夫妻受害者现场 男人的妻子靠着小黑的钥匙 已经成功逃了出来 黑妹还发现了三个受害者的共同点 他们的律师都是同一人 这也恰好解释了 为什么律师卷毛会被选中的原因 皮特和黑妹还在附近 发现了惩罚者给他们留下了线索 可没想到这是一个圈套 当黑妹想要听清录音带讲的是什么内容的时候 他却被小丑面具后面暗藏的装置袭击 黑妹被送去了医院抢救 被牵着鼻子走的皮特探员 根本受不了这鸟气 冷静下来的皮特无意中 发现了一张数据带地点的照片 他猜测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 此时的探员小黑已经赶来了这里 这里正是上一部女医生丈夫被关的地方 在这里小黑发现了惩罚者给他留下了线索 而皮特探员也紧随赶来了这里 进入里面的他同样发现了一个空调的提示盒 可这时他却听到了女医生丈夫发泄敲打的声音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一头雾水 从卷毛的监控视角下导演告诉了我们答案 原来这里的剧情和上一部的剧情是同时发生的 皮特追随着女医生丈夫踪迹而去 小黑则根据线索找到了被绑架的同事马修和霍夫曼 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一旦开门将会置马修于死地 里面的马修只好开枪阻止小黑 救人心切的小黑还是冲了进来 不明真相的小黑看到律师果断选择开枪击倒了他 随着机关被触发 马修的头部直接被冰块砸成了豆腐花当场被送走 另一边的皮特却听见房间传来了电锯的声音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门就被关了起来 等他想要打开门时却发现根本打不开 这时他才想起了最初的那份匿名寄来的钥匙和留言 当他用这把钥匙打开这里的门后 他却在里面看见了女医生的丈夫已经杀害了数据 失去理智的男人却以为赶来的皮特探员也是他们的人 还没等男人反击他就被皮特送走领和饭 这里的场景也是让皮特傻了眼 而中了马修一枪的小黑和律师都躺在了地上 两人因为关于开门的事情争吵了起来 律师责怪小黑害死了他们 可小黑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当律师准备去拿录音机给小黑解释时 小黑却误以为他在掏枪 冲动的小黑直接一枪送走了律师 要出来的录音机却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听完录音小黑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害死了同事 而他也没有通过这次的测试 可谁能想到霍夫曼却自己挣脱了束缚就站在他的眼前 小黑才意识到自己又被耍了 原来霍夫曼也是他们的成员 当时绑架女警官和自己的人正是他 而阿曼达收到的那份威胁信件也是来自于霍夫曼之手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好的 就连数据都被他摆了一刀 霍夫曼还赶来了皮特探员这里将其关在了房间 当霍夫曼以为自己彻底掌控这一切的时候 影片的结尾却告诉我们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后来法医在数据的尸体解剖中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一份录音带 这份录音带正是数据死前通过胶水保护 吞进了自己的胃里保存了下来 这份录音带会是为了解剖的 如果有可能你会得到最后一位 你会得到最后一位 现在可能会成功 你会得到最后一位 跟另一位有失去 你认为你会脱出了 我信呀 我承认 我的工作会会继续 你认为它就绕了 因为我死 不是 这一切 这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谢谢大家